当下这一幅年轻男女久别重逢的场景,尤其是男子以一己之力力敌三名金刚镜高手,更是斩杀一名,做虽败游戎,传出去足以名动北马,而那绝美女子凭空欲气一见袭来,这样的男女,这种形式的碰头,恐怕除了瞎子,都要觉得挺壮观,还有些温馨。 不过女子言语似乎有些让人捉摸不透,勤察而惊骇于女子的容颜与欲见,这鸣西涕身后摆于其面面相去,还怎么打? 端贝尔回回不用拓拔春笋发话,怒发冲顶,雷毛眉开二度,再度丢出,在天空抛出一个充满杀意的锋锐弧度,坠向徐凤年头颅。 两鬓变双白的青衣如是神态自若,脚尖落地,伸出一只手,轻轻抓住那根震荡大气波纹的雷毛,五指一握,云淡风轻,将雷毛折成两截,好似志同丢至石块,被青壮汉子随意弹开一般。 拓拔春笋脸色阴沉,端贝尔回回两毛过后,气血翻涌,看见小竹子投射来的视线,心中苦涩,深呼吸一口,准备再丢出一毛,查探老儒生的虚实。 只是当这名魔头不惜内伤提起气机,拓拔春笋,就看到那名南朝装束的中年如生一挥袖,天地风云变幻,一袖成龙。 端贝尔回回整个人的气机,好似成朵,被投石机挥出的千斤,巨石砸中,往后踉枪几步,喷出一个鲜血,气还紊乱至极。 端贝尔回回不愧是忠仆,气急败坏喊道,小竹子快走,不要管我。 拓拔春笋两脚扎根,身体纹丝不动,不是不想走,而是好似被无穷尽的思缕气韵包裹,动弹不得。 中年如是收秀以后,清淡说道,在下西楚曹长青,多年以前曾在北莽南朝收了这名徒弟徐奇,不知如何与拓拔小王爷到了不死不休的境地。 秦查尔一伙人差点吓得坠马,大官子曹长青,这可是三入黎阳皇宫如过郎的天象第一人呢。 拓拔春笋冷笑道,好一个五榜前五的曹青衣,有本事与我父亲耍威风去,跟我这尚未籍贯的后辈计较什么。 曹长青微笑道,小王爷不要言语激将法,曹某只要有机会,自会和拓拔菩萨战上一场,不过相信邓太阿此时已经过了孤赛州,往北行至黄丈王庭,恐怕曹某此时前去的话,就有趁人之危的嫌疑了。 拓拔春笋突然笑容灿烂,嬉皮笑脸道,曹伯伯言重了,我父亲对于五榜十人,除了五帝成王先知,对你最为敬重,亲口说曹青衣是当今天下当之无愧的儒胜,若是能打上一场,不负此生。 小侄不知此人是曹伯伯的高徒,若有莽撞不敬,曹伯伯圣人度里能撑传,千万不要上心介意啊。 难怪此人能够杀死小侄身边护从,是叫徐奇。 名师出高徒,恭贺南朝门法,出现了一名能与耶律东床慕容龙江并肩的年轻俊艳。 曹长青只是说道,曹某凑巧新入世人所谓的陆地神仙境界,半年以内,必然会与拓拔菩萨切磋一番。 拓拔春笋几乎恼怒,惊惧地吐血,恨不得杀,自己一个耳光,乌鸦嘴,说圣人还真他妈的是圣人了。 三教有国师麒麟与佛陀龙树两位圣人,原本还难闷为何声势最盛的儒教,为何独缺一位陆地神仙,这不就来了? 还偏偏是那位徐奇的师父,拓拔春笋,温了稳心神,在无仙前冷血脾性和巨傲气艳,低眉顺眼,温声问道,曹伯伯,小侄能否返回北朝? 容颜之美似乎可以跻身前三甲的女子轻轻跃下那柄大梁龙鹊剑,面朝拓拔春笋,冷漠道,你想杀他,我就杀你。 大梁龙鹊灵溪通旋,环绕女子四周,如小鸟依人,缓缓飞旋。 这幅画面,让端贝尔回回看得心惊肉跳,这女子才几岁,当真会是剑仙。 二十几岁的女子剑仙。 拓拔春笋父匪这姓徐的南朝世子不但有个让人眼红的师父,竟然还有个连自己都要极度的红颜,连忙笑道, 既然已经知道徐奇兄弟是曹伯伯的嫡传弟子,自然不敢不知死活寻衅,就此别过。 以后到了北朝,我拓拔市一定以礼相待曹伯伯一行三人。 拓拔春笋郑重其事的作依告辞。 这一场雷声大雨点,更大的围杀与游猎就这样滑稽落幕。 徐凤年视线依旧模糊,像一尾被丢到岸上的鱼,大口喘气,忍着剧痛笑道, 小泥人,你这么说话,会让别人误以为本世子吃你软饭。 将您一挑眉头,就要赏他一剑,不过瞧见他这光景,还是忍住,落井下石的事情,他才不屑去做。 徐凤年一屁股坐下,紧绷心弦一松再松,吐血不止,仍是欲出一柄飞剑,饮血养胎。 曹长青笑着摇了摇头,走到世子殿下眼前盘膝坐下,不耽误徐凤年以吴家剑种秘术饲养飞剑,等飞剑入秀,才一指连敲十六窍,替徐凤年暂且压下气机汹涌外泄的颓势。 温言说道,世子殿下竟然出入大金刚境界,佛道兼修,可惊可喜。 脸色惨淡的徐凤年皱了皱眉头,苦笑道,大金刚境界,和两禅寺李当心相似。 曹长青笑着点了点头,虽然是出入此境,却也比较一般成熟金刚境界不差太多了。 徐凤年瞥了一眼故意背对自己的小泥人,好奇问道,他怎么遇见飞行了? 曹长青正要说话,将你冷哼一声好似提醒,这位大官子笑了笑,没有解释。 徐凤年笑道,要我猜的话,肯定是炼剑嫌吃苦,只跟李老剑神挑了最好玩最吓唬人的遇见一项,对不对? 将你转身怒容道,怎地,我就算只会遇见,也总比你强。 一个人入北盲百阔装高人,没了护从和北梁铁骑,还不是被打得这么惨。 瞧瞧,随便一句话就勾搭出真相了,曹长青嘴角笑意温纯,不管如何,公主都斗不过这名北梁柿子。 徐凤年有了喘息机会,气色缓缓转好,眉心印记由乌黑转回身子,捂住胸口小心翼翼问道,李老前辈如何了? 曹长青轻叹道,若是强撑,本该还有十年,不过老前辈顺其自然,并不惜命。 只觉得三四年传授,见到给公主就足矣。 小泥人眼睛一红,眼眶湿润,哽咽道,都怪你。 徐凤年默不作声。 曹长青轻声道,这趟北行本义是联系几位出身西楚豪华的春秋移民。 曹某进入北忙以前顺路去了北梁、王府,见过了大将军,才知道你的行踪不知为何泄露出去。 曹某本来许诺沙尘之报报恩,可殿下不曾答应。 之后大将军也婉拒,大将军只是让曹某捎带一句话给你。 徐凤年笑道,说。 曹长青虚空弹指,持续给徐凤年以类似寻龙典穴的手法疗伤,说道,大将军要殿下早些回家。 徐凤年苦笑道,说得轻巧。 江泥愤愤道,是你自讨苦吃。 徐凤年瞪了一眼,他回瞪了一眼,大眼瞪小眼。 曹长青故作不见,道,你行踪泄露以后,北忙有两人受雇杀你。 曹某只知其中一名魔道十人中的木忙女琴师,此女跟黎阳王朝大内寒人猫一样,最善只玄杀金刚。 江泥讽讽道,记得见面了,赶紧逃,别见色忘命。 徐凤年美好气道,男人说话,女人闭嘴。 江泥勃然大怒,一剑刺死你。 徐凤年斜眼看去,那是我的剑,你好意思。 三日不见,刮目相看,剑术不去说,脸皮厚度倒是跟我有的一拼了。 江泥俏脸战红,大梁龙雀剑急速飞掠,声势惊人。 曹长青有些头疼,这种当局者迷却让外人着实无奈地打情骂俏, 是否有些不合时宜。 不过很快想起,方才世子殿下那句更不合时宜的表白,就立即释然了。 不是冤家不巨头,一语重地。 徐凤年笑道,小泥人,手上升老茧没有,给本世子瞧瞧,就知道你有没有偷懒了。 江泥回了一句世子殿下的口头禅,闭嘴。 不过比较徐凤年的闭嘴二字,气势弱了太多。 曹长青缓缓说道,是北梁王给了曹某大致北行路线,才总算及时遇上了世子殿下,否则曹某一生有愧。 徐凤年摇了摇头,笑道,恭喜先生成圣。 曹长青平静道,归功于公主的恋子和御剑。 徐凤年一脸遮掩不住地讶异,小泥人冷哼了几声,秋水长眸,显然有些沾沾自喜。 徐凤年问道,先生何时动身去南朝孤赛州? 这名一举成就如胜境界的轻衣如是微笑道,总要等世子殿下伤势痊愈再说。 小泥人在一边煽风点火,嘖嘖道,高手高手高高手。 徐凤年笑而不语,曹长青眯眼笑意浓郁,解围说道,世子确实算是高手了,面对三名金刚镜,力敌并且斩杀一人,仰刀脱胎于剑开天门的必剑术,加上邓太阿赠剑十二,以后成就肯定会让两座江湖都大吃一惊。 徐凤年摇头感慨道,不说李老前辈和曹先生,就算比起白虎而敛,也差远了,何况还有个奇牛的。 将泥撇嘴道,跟红喜向南宫蒲叶相比较,真不要脸。 徐凤年一本正经点头道,要脸的话,能说喜欢你,你也一样,我才喊出你的名字,就屁颠屁颠遇见来了。 将泥顿时一败涂地丢盔弃甲,红透耳根,欲言又止,却说不出一个字。 曹长青识去得充耳不闻。 徐凤年与将泥同时出生,一剑刺死你。 一败再败的将泥匆忙遇见而去,一剑西来一剑东去。 当场只剩下徐凤年和曹长青两人,徐凤年问道, 他这么离去,不打紧吧。 曹长青笑道,无妨,百里以内,都在曹某掌控之中。 世子殿下自行疗伤即可。 徐凤年闭目凝神。 一气欲见十里以外,将泥凌峰而立在剑上, 长袖飘摇如天仙,咬着嘴唇,渲染玉气, 胡乱抹了把脸颊,自言自语道,不准哭。 曹长青平心静气,有些感触。 江南道分别以后,公主与他这位齐带赵叔叔返回就西楚境内, 在山清水秀中,对于自己传授的独门练起心法,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 只是辛勤打理了一块菜谱,乐此不疲, 要不然就是趴在房中,桌上发呆树桶钱。 直到见着了广陵江畔一剑破甲两千六的李纯刚, 才有了笑脸。 但之后,对于学见也并无兴趣, 只是练字还算卖些力气, 直到自己说要去北马, 兴许要去一趟北梁王府, 他才捧起了那柄大梁龙雀, 主动要求练剑, 与李纯刚讨价还价了一整天, 才拣选了剑道里最拔尖的御剑, 但公主的性情实在是悖懒, 往北而行, 还是喜欢俏皮偷懒, 而且他自小恐高, 即便偶尔鼓起勇气御剑, 也只是贴地几尺而飞, 御剑辛勤程度, 越到北梁越高, 只是听说徐凤年赶赴北芒, 以后他才开始真正用心御剑。 遇见过山巅, 遇见过大江, 气势如虹, 境界一日千里, 连曹长青都震惊惊艳, 未完待续。